我們來到了巴黎的台北港重畫區 今天要帶大家看的是一個新城屋 春城台北港 利寶集團在去年有在這邊購入了近3萬 浩斯百億的娛樂用地 主臥室是有給世建世衛浴的喔 然後我們這邊有座面小開窗 泡澡稍微可以享受一下我們的景觀 我們有自己的營造廠商 我們是春城營造 然後有加登營造的製造 他們對他們的建築非常非常非常的仔細 所以客戶絕對不需要擔心他們所有的細節 早送我們坐在這裏 我們來坐在那邊 我們是因為敵緣地宿 我們在這裏働做的最終的 我們都入獄中心 我們都入獄了 我們就請入獄帶領 我們邀請問回 cliffs 我們拉開店 我們會去看 我們要請購取 我們來頂多一個 我們都會去看 我們可以 我們在上次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五香草屋 我是Tayden 我们来到了巴黎的台北港重画区 那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一个新城屋 就是我后面这个案子 春城台北港 台北港重画区 我们好像节目还没有介绍过 它就是从中山路的救世区往外面发展的嘛 然后接位来这个国际港口 待会我们会一一提到 那因为今天是城屋 所以我们直接请这个个案的负责人 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吧 本案为新城屋投资新建设 是广春城建设 营造公司是春城营造 基地为所谓在新北市巴里区 商港二路23号 基地面积大约有1434坪 规划了一床、两栋、地上18层、地下3层 等基类别为住商用 规划了210户住家、10户店面、44户办公室、236个平面车位 屏速规划大约是25至44坪 房型规划为2至3坪 公色比大约是31至37% 最后管理费用部分 镇定每个月每瓶60元 我们先欢迎个案的负责人 大家好 我是负责出资台北港玉上广告的Jason 非常年轻的帅哥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参观 因为已经城屋了嘛 不然先从外观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这边是AB移动规划的 白色双塔地标 那是这台现代简约峰 我们建筑师设计是10亿名大厨 这边的话前面有退缩近15米的空间 哦对对对 来的时候觉得就是这一块退缩最舒服 对前面这15米搭上我们后面的水部发源的话 总共有约900平的空间 可以给住户做使用 一楼的部分总共规划时间店面 那再来看到左手边是我们车道 那我们车道是宽度为6米 踩7机车分道 那向高是2.1米 那还有e-tech的规划 进来的话就可以直接赶紧我们的e-tech 然后进入我们的社区 诶那我们这个面向这边的方位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是坐西南朝东北 我们这个方向是往我们的东边 那这个方向是北边 对然后在西边的话太阳会从那边降落 然后这边是南边 所以是两边都有互别吗 那这样子算起来的话哪边比较贵 B洞的部分因为景观比较好 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在我们的左手边那边就是往台北港方向看的 然后再往我们前面的话那边是淡水的方向 可以看到我们的渔轮码头 所以靠那边的人 对因为相对的景观比较好 反正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首购型产品 所以大家要怎么选择 大家这边有参考了 那我们直接进去参观好不好 那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这个一楼进来大厅很宽敞而且挑高 对我们一楼是金买平的跳工大厅 这边留一个很大的空地耶 因为我们是要让客户回来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我们这边宽阔的视野 所以我们特别在前后都有留一片很大面的落地窗 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看到我们后面的水部花园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装置艺术 可以看到我们左手边是有我们24小时的饭店的迎宾柜台 那让客户回来的时候都有冰之入归的感觉 再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 这边是我们的沙发区 让客户在来这边的时候可以来这边稍作休息 那在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阅读区 这边就是另外一块区域 那像我们那边还有个吧台区 像如果住户的话他们平常没事 就可以拿本书泡杯咖啡 然后在这边坐着休息 外面还有我们的景观可以做欣赏 这边算是厨艺教室吗 对这边的话之后如果关会成立的话 他们可以做妈妈教室 那像这边有配置一个咖啡机 让住户可以做使用 所以它的一楼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交椅空间 对 而且都没隔耶 它没有说这边隔一隔 然后这边隔起来都没隔 是也会更开阔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水部花园的部分 对这边真的整排都是大面落地床 因为我们机器的屏数比较大 有1434屏 所以我们是在重画区内有花园的建案 像我们这边规划过去后面有一个水济区 还有一个休息区 那在右边的部分我们有规划一个户外的儿童游戏区 这边的住户都可以带小朋友来玩 不用到公园去 诶 这边的距离跟大门退缩的距离差不多是不是 差不多 但我们这边的话退缩到16米 这边有16米 因为那边是15米 退缩15米 所以建筑物部分是在基地的算是正中间 没错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做一个小小的造景 它是一个水池 然后做一个小水铺 这边为什么这个水池要做这么高啊 基本上它就是中间做一个石材的廊道 变成说我们从那个方向走过去 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休息区 我们的水池的视野 也要区隔里面 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阅读区 那外面是他们独立的空间 那变成说要把两边做区隔 马岸位于巴黎正式中心上港二路 商圈行政中心主要交通机能都在生活圈范围内非常便利 台北港不仅具备海陆空连运优势 也打造亚洲首座5G智慧汽车物流园区 建立科技与智慧物流产业的未来趋势 也规划国际物流中心以及产业专用区 新竹物流、东立物流、加里大龙物流、 辉达玻璃等以插旗进驻 驱动台北港发展 最大亮点是力保集团赤之百亿 买下近3万坪的娱乐专用区土地 发展值得期待啊 交通方面台61线与台64线双快连外道路3分钟上闸道 25分钟到桃园国际机场和台北市中心 竟由1054道也能够快速通往林口龟山地区 约20分钟就可以到山井凹类 新建中的台61衔接台64南下闸道 以及备受瞩目的淡江大桥都预计在2025年完工 两大交通革新能够舒缓市区尖锋时刻的车流 还有规划中的巴里轻轨 V32站玉令地距离本岸只有200公尺 散步就能到达轻松来往战水 市区内机能成熟 中山路商圈、夏庄工友市场、加勒服超市 全新的全联三港店 完全可以做到轻松采买满足便利生活 日常休闲方面 本岸享有台北港湾增值潜力 周边九大公园围绕 三港公园、考古公园、十三行文化公园等等 丰富水岸生态围气候 还有左岸单车步道、十三行博物馆 休闲结合人文、提升生活质感 学区则有百年历史的巴里国小 让孩子可以安心成长 车程十分钟就可以抵达最新开幕的 巴里浮棚洗来灯饭店 预期可以吸引许多观光人潮涌路 带动周边动能 假日也是大小朋友的度假好去处 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在他们的接待中心里面 虽然他们已经成屋了 但是在下面的店面还是有个接待中心 那我们来到这一个空拍大土啊 想说请Jason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边未来的发展 那首先因为我们这边是 新北市的新兴重化区 大部分的客户来这边 会比较在乎我们的未来发展性 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土这边 淡江大桥 那它预计在2025年的时候会做完工 到时候就可以分流我们 关渡大桥的车流 让淡水以及巴里的交通是衔接的 那在比较多人关注最近有一个新的议题就是我们的 娱乐专用地 力宝集团在去年 有在这边购入了近3万炮兹百亿的娱乐用地 那因为娱乐用地的部分 它规划一些商场 饭店或者是办公室 那规划力宝乐园吗 基本上目前是没有做这个打算 但是它在未来的话如果它公开 它势必是对我们的建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它在规划一个国际财测场 财测场那好像也不错 只不愧带动这边的观光产业 那目前的话巴里有个新议题 就是我们的巴黎轻轨 但巴黎轻轨的话目前是还在环平阶段 那在之后如果有确定的话 我最近的站点是V32站 从我们建案这边走过去 基本上三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 那再来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个中山路商圈 基本上我们建案主要吃的商圈 就是我们这条中山路商圈 巴黎老市区 对 这边生活技能是非常成熟了啦 对 那相对的我们有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技能 但是我们也不会有旧市区的纷扰 我们是广春城建设 那广春城建设 因为看好我们巴黎的发展 那目前在巴黎已经购入好几块地 那像是在这边迅堂段有一块 再来是这边台北港段这一区块 这边有一块 然后在中心的地方也有一块 其实是因为看好这边的未来发展 所以才会在这边购入这么快做快的土地 那这三边哪边好 哪边会最贵好 应该说以交通的部分最好的地方 因为刚好在六一跟六四的角落 所以现在这边最厉害其他都不还好 也不会还好 因为基本上巴黎现在还在发展 那像是正向大小通车以后 那势必是会带动这边的发展 那未来的房价也都很可惜 好啦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是这边的话 是可以吃到产业园区啦 未来是在这边工作的人 可能是他们的选择嘛 那这边的话也会跟这边比较类似 就是他吃的到六一跟六四号快速道路 连外的话是相对方便 那这边的话相对的 也可以吃到一些 比较悠闲的生活性能 巴黎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园 这边其实有在整修一个水星公园 在最大的公园是 我们中心的这个地方 是三港公园 然后这边是105线道 从这边通过去 就可以直接通到我们的林口 大概20分钟不用 然后像之后政府也有在规划一个 通往林口快速道路 那像之后就可以说到我们跟林口的距离 好 我们现在在10楼 对我们现在10楼 等一下去参观食品屋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边的梯厅还有配置 有一个我觉得上来的时候 感觉还不错是 他们电梯其实蛮大的 这边是三菱电梯 我们是一层七户 然后两次十七人份的电梯 一支逃生梯在我们的右手边 另外一支是在我们廊道的尾端 OK 好那一出电梯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采光 不会说一进来感觉暗暗的 对他就是特别为了客户回来家里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明亮的空间 所以特别规划一个大面积的采光 然后反正看一下他这边的宽度 大概是长这样 好那我们接着往里面走 这边就是他们进来 所以逃生梯是在 在这边 有看到 是标准层都是一层七户 还是整栋都是一层七户 标准层是一层七户 那有比较少户别的吗 少户别也没有 我们这边桌上住宅的部分都是七户 OK 然后接下来要去参观他们第一间食品屋 这边是我们31屏的食品屋 它是规划两个大房间 然后有一个卫浴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OK 那我们进来了 31屏 对那首先进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规划一排的鞋柜 那这边有非常充足的鞋子摆盘的空间 这蛮特别的喔 它这个方式跟一般我们参观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它是为了说要让客户进来的视野更宽阔 所以特别做一个矮鞋柜 让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客厅的空间 其实我进来看完了啦 有很明显的优缺点 优点是它这边完全没有走到 它非常的方正 但是呢它有一个例子是 它的客厅算没有直接的采光 但是如果大家看画面的话 不会觉得说这边很像室内光 是因为他们在这间房间呢 做了一个透明拉门 所以他们把光由引导到室内进来 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般暗厅的格局 但如果今天我直接看图面的话 我会觉得说这个厅有点暗 可是实际上进来可能这是因为装潢的关系 真的有把这个光线导进来啊 所以一方面也是让客户可以想像说 它以后装潢可以自己朝这个方向走 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房间的话 这个空间也可以做一个多功能式做使用 但是因为它可能这样子的调整 是因为有管线的问题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最实际派的规划 基本上也是不希望客户他在花这个钱 然后购买的一些他根本不会使用到的空间 其实他在那边算做一个类似合适 但其实他那边应该算是一个完整的餐厅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客厅 他其实客厅以及我们餐厅的空间算是很大 所以他设计师不想要浪费我们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特别在做一个算是2加1棒一个小空间 然后让客户可能平常没事都可以坐在那边喝个茶聊个天 而且这个动线我目前感觉是蛮特别的 但我觉得还不错 织纬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边真的算小坪数嘛 算是把每一个空间都有规划出一个独立的 不会说因为平时五小 客餐厅要合在一起 它是有独立的空间的 那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东西是长这个样子 这是从客厅那边看过来 然后我刚刚说这间厨房 因为它这个是非常合规 完全的房货门 哦这个厨房 一进来就是我们的Stories的台面 我们这边标配是我们的烘碗机 排油烟机 以及我们的玻璃双口炉 全部都是喜特利的 哎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GinballP的智慧瓦斯仪 假设你不在这个空间超过15分钟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瓦斯做切断 那这个方块跟三角形有什么用意 它这个是可以设置假设你开火的时间 它可以设置到99分钟 像如果你要煲汤什么的 它可以直接设置 然后设置好它就自动关闭 对它可以直接定时 所以这个真的是智慧型瓦斯爐 后面这个部分我们有规划一个小小的橱柜 放一些布袋瓢盆之类的 虽然这边没有那么宽 可是它这边多规划半个台面 大概是这边的一半 但是如果真的在这边料理的时候 就会有多一个餐台 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那这个宽度大概超过一公尺 所以它这是要我们把冰箱放在这里 对它这边是留一个冰箱的空间 对因为它的不断电视在这边 那我们去看一下后阳台 但是它的室外机是挂在自己的阳台里面的 对因为刚好我们这边算是中间的户别 所以室外机的摆放空间 要摆在我们某阳台的部分 所以是中间的户别会这样子的 但我们两边边间的户别 都是有另外规划一个独立的室外机的放空间 对所以可以占用到你的阳台 哇那这样要抉择一下 这边它的阳台没有那么大 可是很足够放一台 其实大台的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这个是它的在意杆 OK好那我们就去看室内的部分 那我们回来室内 那我们带大家看第一间房间 哦这个房间是不错的哦 其实房间规划的是蛮宽敞的 它是除了可以摆放一张标准刷床以外 还有两个走道的空间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非常足够实用的一个衣柜 这个已经是10品屋了 不会像一般的样品屋 它用很多的玻璃格间 或者是做很多开放式的衣柜 给大家看一下 哦它这是做的非常扎实 深度很足够啦 这个可能是有65公分身 已经做了一个这么深的衣柜咯 但这边目前走路是还算没什么问题 两边都有放一个床头柜 算是一个蛮标准的卧室 接着我们带大家去看第二间房间 那这间房间的部分 我们在卧室外面有做一个前阳台 哦所以它的前阳台是在主卧室的外面 小平说是单面采光 但是它还是有分两个阳台 一个是工作阳台 一个是算是主卧的自己的阳台 对然后两个房间都有采光面 而且这两个房间的大小 哦是差不多大的哦 整个人躲进去都可以 你看我进来是没问题的 没事 所以这边是一整排的收纳衣柜 然后这边也跟刚刚那一间一样 我们有预留两边的走道空间 基本上也是可以摆下完整的双人床 而且这边的走道比刚刚那边怎么 再宽一点 反正差不多啦 就是很平均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卫宇 哦四件室呢 对那首先我们是这边是四件室规划 那我们有配备台台湾档工机 然后以及我们的凯乐卫宇的部分 这边是做一个干湿分离 基本上它是一个泡澡空间非常足够的 反正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浴室是采明亮的配色 非常浅灰色的地壁砖 然后其实它浴缸都有了 通常它小坪处就不太会给浴缸了 对基本上是 但是我们要让书户回来的时候 有更舒服更完整的享受 所以我们配备了一个浴缸 然后这边都是标配 目前大家看到全部都是现成的 而且它这个浴缸那边都还有空间置物 就是你要放一些沐浴用品的 然后它的面盆下柜 旁边也都是有预留放面纸的地方 虽然是蛮完整的一个浴室 不会说像一般小坪处都是给三件事 有可能会给到什么一套半之类的 但我们这边是一个完整的 那反正这个是他们这边的规划 我觉得蛮特别 跟现在常常市面上看到的蛮有差异的 就说区别出来 好那我们直接带大家去看下一间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17楼的食品屋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间是我们17楼的一个房型 那我们最近是规划三个大房间 然后共有两套卫浴 算蛮完整的 正三房了 这有景观了吧 有 是边间了吧 有漂亮 一定漂亮 哇 这景观就强了 这边看过去就是直接是我们的淡水 基本上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巴黎整个冲画区的景观 那如果说你下午比较无聊没事的话 我们可以坐在这个阳台喝个茶 看一下我们的美景 享受一下下午比较悠闲的时光 哇 这边是边间的 这边应该有双面采光了吧 对这边有 这边基本上每一个房间都有独立的采光 那这边前面盖的这一栋应该不会盖很高吧 基本上应该不会是高过于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边已经到17楼了 对没有啦大部分不会盖超过14、15楼 因为建筑成本的问题 我们有自己的营造厂商 我们是春城营造 然后有加等营造的厂商 他们对他们的建筑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客户绝对不需要担心他们所有的细节 基本上他们在建造的毒素 他们几乎所有的厂观 每天都会来现场去监督 而且我刚刚在接待中心有看到你们的建筑履历 对我们有专门独立的建筑履历 然后我们也有呈现一个表板给客户看 证明说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造出来 客户这个家 然后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广春城的十五大保证 去保障我们客户所有的权益 好现在转过来看到了 因为它这边楼层很高 所以采光也更好 那再加上说这边是大片落地窗 而且这边也是做的隔间直接它是用玻璃的呈现 对为了让客户亲来有更开阔的视野 毕竟我们不能浪费这么好的美景 所以我们做一个半开室的空间 然后里面是做一个书房 也就是做一个卧榻 让客户可能看个宿看累的话可以做一下休息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脸上这个自然光是真的很亮 但楼层够高也是有差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客厅跟餐厅也是靠这个分开的 对没错看我们的廊道做一个区隔 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楼高 这边楼高43米2 那但是因为它这边有做了一个玻璃 因为有一个穿透嘛 所以它这样看起来的面宽应该是超过5米的 门口的鞋柜收纳其实就已经摆在这边了 然后这边餐柜啊 算满足的啦 你说这边真的要摆到六人桌 其实开行走到还可以留到这么大 那我们接着带大家去看一下厨房 这个厨房就是 双排柜 对 有两条的 这个部分不是我们的标配 是预留一个空间 客户可以自己做使用 看是你要自己做橱柜 还是像我们一样做一个台面一个上柜 都可以 做上下柜算是比较推荐 因为这边台面就是煮菜的时候方便嘛 然后上面还是要有柜子 因为为了收纳嘛 就是过碗朋友们很多 那这边的规划根本基本上 刚刚31屏也是一样的 一样我们奇特利的三机 刚刚有到介绍一个东西 艾惠普的进水器 在这个下面 这是每一间都有的标准 每一户都有 每一户都有 就是除下型进水器 所以它给这一根嘛 然后其他就是那个 瓦斯智慧瓦斯 智慧瓦斯 这个我真的很少看见这个东西 那这一样它留了一个很完整的冰箱的位置 其实在厨房一进门的地方 然后最后到它的后阳台我们看一下 这里就非常的快阔 我们有提到的是 因为我们边间的部分 都是有做另外的四外机来放空间 所以我们不会吃到我们的后阳台空间 所以这四外机就摆到外面去了 对 也是外面那个格栅的部分 哇 然后这边就直接看得到台北港 哇 今天这个蓝 可以看到蛮清楚的视野 很少工作阳台 还会做一个视野景观的部分 疗愈 这个阳台也比刚刚31屏人算是大一些了 我们再进来看我们室内的空间 OK 我们回来 其实这间房间也很大 它基本上原本也是规划一个完整的双人房 只是设计是想说它既然有三间房间 那可能有些客户 家庭成员没有这么多 所以它做一个多功能式的概念 那当然这边也是可以睡人的 如果说你真的要睡人的话 这边就是做一个窗帘把它隔开 做去隔就可以了 哦对 只要一个简单的拉链 就是有隐私性 但是拉开的时候又有很好的穿透感 对 没错 然后这边是因为为了美观 所以特别做了一个展示柜 如果说你是要做实际使用的话 你可以不用装这个展示柜 你可以做一个双人床 完全是摆得下 然后一样会有双手套的空间 就如果啦 要拿来当卧室用的话 就单纯当卧室 好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们的客用卫浴 客用卫浴就是标准的神剑室 可是这边就没有给免是吗 这边就没有了 那主卧的有 主卧室有 对 我们主卧室都是配备美式马桶 OK 那它三件事就是很标准 空间也算是蛮标准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卧室2 基本上整个空间规划也是非常的足够 哇 它这边也是看 也是针对台北港 所以这边真的是相对价值比较高的一户 这间确实有它的价值 但这个窗户是给你中台度的 但不过因为这边完全没有遮挡 所以它的采光很好 然后这一面它也是做了整面的衣柜 那它这边是用玻璃拉门 然后这边有做一个女生最需要的化妆台 喔 最后来到主卧室 这边就是看往淡水的方向 这就是跟客厅是同一面的景观呢 那主卧室的空间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间主卧室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有规划一个完整的更衣空间 喔 算一个小L型的更衣室 这个空间我觉得也是规划的不错 对 那我们往更衣室进去就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 主卧室是有给四件式卫浴的喔 然后我们这边有座面小开窗 泡澡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的景观 基本上这一户就是完全不要浪费我们的景观 真的 因为它都已经这么好的条件了 就尽量有窗开窗 好 各位朋友我们同厂加印喔 他们有一个33品热销产品 它也是规划三个房间 我们直接进来看 这个是一进门的地方 旁边就是一样鞋柜的空间 进来 诶 其实也还行 它这一间是这种算是白派的风格吧 那它进来到底有很大片的 超低台度的这个 哇 好 落地窗 那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的厨房空间呢 跟刚刚41品的比较像 可是它就只有一排 没有两排 那后阳台的部分 跟刚41品稍微小一些 但主要应该差别是在他们室内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室内的空间 客餐厅就在这边 那室内空间整体的格局也很像 也是标准的三件事的客用域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第一间房 这个房间 虽然有相对小一点 可是它这个摆放的方式还不错 就是把床靠边边以后 那当然它还是友好的采光 衣柜啊 书桌还是摆得下 再来就是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有小一点 但是它可能是算是有一点点L型 所以它要L型拿来直接做柜子 不过因为这边是食品屋 所以它没有用任何的玻璃呈现 它是很完整的 一个小L型 但是这个就比较是温馨的小孩房 所以我们来到它的主卧室 主卧室的话 也是很大面的低台度的窗户 那进来 也有完整四件式的卫浴 其实跟刚刚那个41屏的 是很相近的格局啊 那这边是比较低的楼层 可是并没有说它这边低楼层 采光有差到很多 因为它这边只要有双面采光 都有很好的明亮度 整个明亮感是非常好的 当然这边的坐向是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对于海景或者是景观view 有很介意的 那你就真的要去花更高的预算 选择好的 你喜欢的面向 好 各位朋友我们最后优列色部分 第一个优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它们这边格局都还算蛮方正的 就品效还不错 它的供色比也只有31%而已 虽然一城有7户 但是它每1户 就算只有单面采光 它的采光面也算是宽广的 有一个户型它虽然是暗厅 但是他们现场做的规划 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平衡的啦 以小平树来讲 因为为了价格 所以它这样子的规划 我觉得也算是有为了消费者想 第二个这边是台北巴黎港重画区 照理说重画区应该是机能比较差点 可是这边走路 户型5分钟就到了巴黎的 旧市区的核心 因为生活机能已经很成熟了 那再加上距离很近 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重画区 但是它却享有旧市区的生活机能 第三个就是 就是这边的房价目前还是落在三字头 以新北市来讲 现在剩下三字头真的很少了 可能就剩淡水跟巴黎了吧 不过这边可以跟大家讲 巴黎现在因为有64号 所以我认为比淡水就是新市镇那边来说 在交通上面我觉得更快速 就如果要进市区的话 那如果要往机场的方向 这边也是更快速的 而且不需要塞国道 走西滨就可以进机场 第四个讲一下这边的发展未来性 其实我很久以前节目里面好像有提到过 可是后来好像 商务叔叔就没有特别做台北港 重画区的分析了啦 这个区块我觉得现在机器相对低 重大建设有在进来 蛮多很大型的产业 今天节目里面都有讲到 就是他们都先进驻啦 那毕竟有一个港口的优势嘛 未来发展还是值得期待的 好那第五个这边的率负率高啦 我们来这边 虽然目前这边还是很多都是空地 都还没开始建设 那巴黎这个区本来公园就很多 光是讲本基地就好 它的基地面积大 所以它前后退缩也多 搭配大基地 本来就有比较丰富的公社 如果是很常使用公共设施的朋友们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最后咧 广春城建设本身这个品牌 算蛮有口碑的 而且他们是先见后售 比较不会像一般预售物说 比如说我现在是买三年后五年后的价格 这没有问题 现在买现在就可以住进来了 广春城也有自己的 甲捷营造厂 他们一直以来 就是对品质 算是比较坚持 然后因为他们的个案也很多 土地也很多 它一直在盖 所以他们是有永续在服务的 那这个品牌上面 大家相对会放心 而且毕竟这边成屋了嘛 看得到摸得到 好再来我们讲劣势的部分 劣势的部分 当然因为这边重合区还发展 那附近因为救世区嘛 所以你会看到爱方之还是比较多 那可是这一块确实有在发展中啦 那开放中的过程还是得面对这样子的黑暗期 好然后第二个呢 是它这边的部分的户别呢 会面到高架桥 那如果是中低楼层 或者是低楼层的话 会有一些噪音 虽然说这边的气密窗 已经可以隔绝掉大部分的噪音 但是看出去 哎还是高架桥 那如果有避讳的话 就要嘛 你就是要挑选户别 要嘛你就要再买到中高楼层 但是楼层价差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大家只要自己衡量一下 那最后呢 这边的交通 算是很依赖自足性交通的住户啊 就是公车的班次也比较少 那目前也没有捷运轻轨 都还在环平的阶段 所以你要等到这边有很完整的 大众运输交通的话 我想可能三五年内是看不到的 那但是如果交通自主性高的人 就像刚刚讲的 依赖六十四号啊六十一号啊 这些连外道路 其实要移动并不会很久 如果从这边没有塞车的时间 开进到台北市 大概也是二十分钟以内就会到了 好那这个以上是我们这次优劣市分析 那各位朋友大家记得 没有十圈十美的房子 但是你一定买到适合你的房子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追踪我们IG 更多的想法和留言想要讨论的 欢迎底下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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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